马太效应是指强者愈强,弱者愈弱的现象,最早是美国科学史研究者,罗伯特·莫顿在1968年提出的,当时莫顿是为了描述科学史上,一个奇特现象,越是声明显赫的科学家,通常越容易得到更高的声望,其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。 教育,金融等领域,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常用的术语,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,里面有一则预言,从前一个国王要出门远行临行前,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定银子,吩咐道,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,再来见我,带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,主人,您交给我一定银子,我已赚了十顶。 于是国王奖励他十座成义,第二个仆人报告,主人,您给我一定银子,我已赚了五钉,于是国王奖励他五座成义,第三个仆人报告说,主人,您给我的那顶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帕里,生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。 于是国王将第三个仆人所保存的,那顶银子赏给了第一个仆人说,凡事少的,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,凡事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,这就是马太效应的由来。 马太效应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形式是资源的累积,拥有资源的人可以吸引更多资源,因为资源本身会寻找别的资源去整合。 与此同时,马太效应也会对个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成功者因为成功而自信,然后因为自信而更成功,而失败者因为失败而自卑,然后因为自卑而更失败。 我们平时常常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,却少有人说成功是成功之母,大概人们从主观上认为,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成就林肯、爱迪生这样的伟人。 而从小就有天赋的年轻有为者,总会出现夭折的悲剧,也许正是因为人们觉得林肯、爱迪生之辈。 在成功者中所占居多,才使人们有了成功无法孕育成功这个结论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其实掌握资源的人更容易成功,不过马太效应的背后还是有另外一层辩证逻辑。 对于成功者来说,马太效应同样有着消极作用,付出同样的努力,成功者获得成功比失败者更容易。 这也就意味着必然有一些人无法清醒地认识自我,把马太效应带来的成功,误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 而对于失败者来说,马太效应同样有着消极作用,它可以使自己过早地成为舆论焦点。 而卷进竞争的漩涡中不能自拔,这就是马太效应感应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,即赢家通吃。 幻灯读书每天陪你进步一点点,相信时间的力量一起终身成长。 下期再见,不想错过点滴进步记得点击订阅。